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泥滩和沼泽 湖面上密密麻麻聚集着众多的候鸟 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迁徙路线远道而来 在到达长江流域后 通过试探水深 查看植被条件和竞争程度 考量着不同的跃动方案 并最终在生津湖安顿下来 这里捕食高手云集 在食物的竞争面前 它们纷纷亮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 体型硕大的东方白冠是生津湖的贵宾 它们来自中国的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因为数量税少被誉为鸟界国宝 小鱼虾等水生动物是东方白冠的主要食物 东方白冠举止优雅 捕食的时候也是不急不忙 它的眼力非常好 寻找猎物也很有耐心 一旦锁定目标 基本上弹无虚发 与东方白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皮鹿 它们擅长依靠团队作战增加捕食的成功率 白皮鹿不是通过眼睛直接捕食可见食物的 而是在潜水处集体往一个方向行走 用自己又长又直的嘴在水中来回扫动 这样就能够在发现猎物时立即捕捉 一支空降兵小分队 降落在水上 它们是来自中国西北的卢瓷 据知小分队下水后 很快开始分头行动 卢瓷是捕鱼的顶尖高手 有着高超的潜水技能 它们激动而灵活 善于打游击战 即使单兵作战也能收获多多 这么高效而娴熟的捕鱼技艺 也让围观的白鹿开了眼界 热闹的一天即将过去 湖面也渐渐安静下来 有着黑白相见漂亮羽毛的反嘴域 占据了湖边的浅滩 不同种类的候鸟 像是化好了地盘 结束了一天的捕食 大家都陆续归位休息 虽然存在对食物的竞争 但来自不同地方的候鸟 在此相逢 它们似乎早已懂得如何相处 生金湖作为国际重要师地 每年都有近十万只候鸟 云集于此 这里多样的栖息环境 也能满足这些远方来客的 不同喜好 在长达四五个月的时间里 它们都会在生金湖 这个南方的家安然跃动 等到春天来临 就陆续飞回到北方不同的繁殖地 一连几天的降雨 黄山脚下的福西山谷又多了几分寒意 眼下正值寒冬 山里的气温已接近零下 这是黄山短尾侯 在一年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短尾侯的身体都长有厚而浓密的体毛 足以抵御寒冷的天气 可眼下 食物的短缺是整个猴群面临的首要问题 猴群从高山转移到低山 这里的一些树木果实以及长绿植物 成为短尾侯冬季的主要食物 它们也会在溪沟中翻开石头 扒捞昆虫和落叶 一只年老的短尾侯 没有能熬过这个冬天 它的尸体仿佛在提醒着猴群 它们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一只年轻的短尾侯在经过这里时 意外地停了下来 礼毛行为通常是短尾侯个体之间 建立友好关系的一种方式 但给死去同伴的礼毛行为并不多见 也许是它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适去同伴的同情和怜悯 连续的降雨给猴群去远处觅食 带来了困难 年长一些的短尾侯会通过减少活动保存体力 只有小猴子还是不忘嬉闹 总是安静不下来 这段时间猴王也总是一脸严肃 去年他才通过武力夺取了老大的位置 地位还不稳固 眼下如何带领猴群填饱肚子 对他也是一个考验 雨后的福西山谷云雾弥漫 宛如仙境一般 就在福西山谷的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 村里的每户人家都会在院子前种一些蔬菜 供自家食用 几只短尾侯出现在这里 原来猴子们早就盯上了这些菜地 这里的短尾侯长久以来都不怕人 因为村民们从不伤害他们 一到冬季 猴子们就常常不请自来 他们连吃带偷 几乎每家菜地都难以幸免 村民们迫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办法 但收效甚微 摊上这群让人不省心的邻居 村民们也渐渐地习以为常 有些好心的村民还会定期上山撒一些玉米 帮助猴群渡过延东 黄山短尾侯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猴类 它们与黄山相依相生 春天已经不远 待到春暖花开 万物生长 这些黄山的精灵 就会回到森林茂密的高山深谷之中 那里是他们自由的天地 上午 五九点 太阳照到黄山南路的福西山谷 随着一群黄山短尾侯来到西流边觅食 寂静的山谷开始热闹起来 这几只猴宝宝宝出生还不到一个月 它们的行动还有些笨拙 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 新生命给族群带来了活力和希望 但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 在猴群中 一只猴妈妈格外孤独 她紧紧抱着昨夜不幸夭折的孩子 独自在偏僻的角落 始终不肯把她放下 猴王在前几天的一次打斗中受了伤 在未将近两年时间 随着年纪变大 体力下降 她要随时应对族群内外 年轻健壮熊猴的挑战 黄山短尾侯 是藏球猴的黄山亚种 是典型的群居型动物 在每个猴群里 猴王的地位最高 具有食物资源 交配机会等各种优先权 后面的排序是王后 年轻的母猴和体壮的熊猴 老弱猴和外来的猴子排在最后 在严格的等级 和对食物等资源激烈的竞争面前 生活在同一个群体的短尾侯 既相互竞争又要相互依靠 他们常常通过一些增进感情的行为 来融洽社群关系 除了灵长类最常见的礼貌 嬉笑打闹中的同性爬胯 也是一种增进感情的社交行为 在这个季节 经常可以看到几只成年猴子 围绕在出生不久的小婴猴身边 充满了喜悦 小婴猴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它们的活泼可爱只是其一 这些萌萌的小家伙 对于不同等级的猴子 还能起到特殊的桥梁作用 两只成年猴子同时托起一只小婴猴 随后做出了一些看似有些奇怪的行为 这种有趣而独特的行为叫驾桥 也是短尾猴之间沟通感情的方式 不同顺位的猴子 在轻松友好的驾桥行为中 密切了彼此的关系 黄山短尾猴 是中国特有的 仅分布于黄山的灵长类动物 这里的高山深谷 森林茂密 溪水长流 都给黄山短尾猴提供了最佳的栖息环境 作为黄山生物链顶端的物种 黄山短尾猴又对散布种子森林植被更新 促进黄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山的西海大峡谷 簇拥着许多建林般的风鸾 这里悬崖总立 峡谷纵深 是黄山最美 最梦幻的大峡谷 每当云雾盈绕 层层叠叠的风鸾时隐时现 很像大海中的无数岛屿 黄山的奇风怪石形态各异 以奇取胜 以多著称 黄山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奇异的风石 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雄奇显幻的黄山是一座由地质作用造化而成的奇山 花岗岩是地球上分布最广泛的火城岩 而黄山是花岗岩地质地貌景观的代表 也是一部花岗岩地质的教科书 在距今一两亿年前 地下的岩浆上涌到地表之下某个部位冷却 形成了黄山的花岗岩 在亿万年的地质活动中 由于地壳上升 覆盖在它上面的沉积岩不断被河流拨石 等到上面的沉积岩都被河流搬走后 黄山花岗岩就露出了地表 黄山雨水较多 坚硬的花岗岩山体 不断经历岩石的风化和水流的侵蚀 再加上海拔较高的地带 洞容作用频繁 雨水渗透进花岗岩裂系缝中 如果结冰 体积膨胀会产生很大张力 加速岩体崩解和破裂面扩展 最终山体在长期受到各种内外力的作用下 就形成了目前各复旗形的旗风怪石 以及沟壑纵横和瀑布飞流的多样景观 黄山经历了数亿年沧海桑田的变迁 它是大自然的杰作 也是研究地球发展演化历史的最佳物证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黄山四千刃 三十二连峰 丹崖加石柱 汉淡金福荣 这可以说是最早 对黄山花岗岩地貌的恰当描述 四月的黄山 廖峭春寒已接近尾声 在悬崖绝壁边 一棵十米多高的松树 在雾里若隐若现 在它囚禁的树干中间 两侧枝丫向外斜出 仿佛是人伸出的手臂 广迎四海宾客 它就是黄山的标志性景观 迎客松 这里的海拔有1600多米 山上的天气变化非常快 转瞬间已是风雨交加 这个在迎客松下紧张忙碌的人 叫胡小春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黄山的管理部门就对迎客松 实行全天候的守护和监测 这颗历经风霜雨雪的千年迎客松 也成为全国唯一配有专职守卫的树木 胡小春就是迎客松的第十九任守松人 在检查完支撑架和拉锁后 胡小春重点查看了迎客松周边的积水和土壤情况 因为如果长时间出现积水 会有造成烂根导致松树死亡的危险 在完成了从气象水土到枝干松针的寻护和观测工作后 胡小春还有个重要的工作 他要把观测到的关于迎客松的所有数据细节 都写进迎客松日记 黄山以四绝闻名于世 而齐松又居于四绝之首 黄山松是植物学上一个独立的品种 黄山松的针叶短而稠密 树冠平整如盖 黄山松是于生长在相对湿度较大的山区 它的千姿百态也离不开黄山独特的地貌和气候条件 它们或长在峰顶 或长在悬崖峭壁和深鹤幽谷 尤其是那些坚强地立于岩石峭壁中的黄山松 它们看似并不高大 但往往树林已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因为生长的环境十分艰苦 所以生长的速度也异常缓慢 风能把黄山松的种子吹到花岗岩的裂缝中去 这些种子以无坚不摧有缝即入的钻劲 顽强地在那里发芽生根 黄山松的根系发达 而且能不断分泌一种有机酸 它可以慢慢溶解岩石 这样松树就能在岩石的矿物岩类中汲取养分 这也是黄山松可以在贫瘠的岩缝中存活成长的原因 黄山 黄山历经沧海桑田 孕育出奇秀的黄山松 人们赞美黄山松 不仅是对他生命力的坚韧顽强 叹为观止 在今天 黄山松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更是被推崇和弘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晨六点的黄山 晨六点的黄山随着太阳的升起渐渐苏醒 太阳越爬越高 云雲雾也越来越浓 云雲雾在千风万鹤间 飞升着 飘浮着 悬绕着 不断地奔涌和弥漫 从高山向下望 眼如大海 那冒出淫涛飞雾的山峰 犹如大海中的无数岛屿 白海中的未来 比赛 他很寄 日曳雅 看 小晨六点的黄山 帮我 竹虎 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云和雾本是同类,没有本质的差别 只是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才有了云雾之分 云是高处的雾,雾就是低处的云 这种低云和地面雾往往会聚集成一望无涯的云海 中国的许多名山都常有云雾相伴 它们形成的大气物理过程也都相似 时隐时限,飘忽不定,是黄山云海的最大特点 这种幻变也跟黄山奇特的地貌息息相关 黄山群峰处立,碧立千刃的山峰之间 气流分合不定 当弥漫的雾气随着气流在骑风一领间穿行时 频繁地遇到山坡的阻挡 既有台声也有跌落 云雾就跟着上下翻滚,飘浮不定了 人们常把黄山比作人间仙境 黄山之美得益于黄山独特的景致 以及妙不可言的神美感受 黄山一年之中有云雾的天气 多达二百多天 云雾就像是黄山的美容师 通过它的妆点打扮 黄山奇特的山形 以及婀娜多姿的松树 与变幻莫测的云海互相映衬 共同构成了一幅四幻四针的 美丽画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森林覆盖率却接近70% 由于土地有限 村民们自古以来就借着山势和水源 开垦出一块块梯田 这些梯田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 仿佛一幅诗意田园画卷 京德的生态资源丰富 是全国第一批被命名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如今 灵芝之乡云乐 已经建成了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黄山云乐灵芝 通过最大程度的顺应灵芝 均物的生物特性 在原生态环境中开创了深山森林下 防野生灵芝的种植技术 发挥了林下经济 在生态脱贫中的作用 京阳镇的柳西村属于典型的浅山丘陵地区 这里有着一望无际的茶园 荒山上也都种植了矮矮的香匪树 然而就在几年前 这里的老百姓还常常空对着风景如画的青山 却发愁挣不到钱 通过林泉制度改革 柳西村流转了农民闲置的荒山荒地 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 也吸引了外商来投资种植业 生态资源被盘活了 这个曾经贫困的小山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 百幸福的绿色发展道路 从保护颜值到创造价值 京德在不断探索依托绿水青山 培育经济增长点的发展之路 因为这里的人们始终相信 祖祖辈辈世代生活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又是一年春耕时节 有着鸟界超模之称的黑赤长角域 纷纷来到西西南村边的水田觅食 无论在村边的树上还是水田里 也随处可见白鹿的身影 黑赤长角域和白鹿性情胆小而激进 这些平常都远离人的鸟 为什么会频繁地出现在这个村庄呢 西西南是碗南辉州丰勒河畔的一个古村落 以村边有自然形成的封阳林湿地而闻名 封阳林内绿树成印 西全环绕成了一个整个村庄都可以共享的天然养巴 西西南连绵树里的封阳林 就这样自然生长了数百年 不仅给这座古老的村庄带来了优越的生态环境 它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 蜂羊是一种喜欢长在河床两岸的植物 蜂羊树的主根极其明显 侧根发达 须根细密如网 正因为如此 它固定土壤保持水土的能力极强 在河流涨水时能截住流动的泥沙 防止次生灾害 晚南古村落以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 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和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西西南 曾经是古辉州最富庶的地方 水利万物 纳水生财 辉州自古重视农田水利 在古人看来 水资源十分充沛的地方 可以持续滋润着这片土地 他们对村落的悬址布局都非常重视和讲究 整高山 面流水 特别注重对水的活用 利用河流之间的自然落差 在河的上游筑坝 蓄积水源 引水入村 解决了村民生活 消防和灌溉用水 还能调节气温 保持良好舒适的居住生态环境 河流之间 河水穿街走向 至今仍然发挥着消防 排水 泄洪和灌溉的功能 风盈的风乐河水 依旧滋润着勤劳智慧的西西南人民 风阳湿地 这个现实版的绿野仙宗之地 也成为许多动物的西西之所 就连极为难得一见的兽带鸟 每年都会从东南亚远道而来 在这里搭窝玉橱 待上一两个月 在西西南 有很多老牌坊 这些浮雕所刻画的内容 无不可以看出 古人对诗意田园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岁月变迁 这里依然是绿意盎然 如诗如画的美丽乡村 冬天的生津湖是候鸟的乐园 冬天的生津湖是候鸟的乐园 近十万只远方来客 齐聚这里 将冬日的生津湖映称得生机勃勃 在这一百多种候鸟中 白头鹤尤其受到当地人的喜爱 白头鹤体态秀逸 行动优雅 更因为它们有着白头偕老的寓意 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幸福和吉祥的鸟 白头鹤非常珍惜 在中国境内只有一千多只 它们对栖息地环境变化非常敏感 对越冬地的选择 一经确定就世代相传 每年来生津湖越冬的白头鹤 占到了全国总数量的三分之一 生津湖 这个处于安徽省西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湖泊 为什么受到这么多候鸟的青睐呢 生津湖自然生态环境优越 水体没有污染 加上生津湖与长江相通 湖内水生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 耳料充足 这都为过境和越冬的候鸟 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 但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是 在生津湖 人与鸟之间也曾有过一段 鸟饿人愿的过往 生津湖 生津湖因为渔业丰富 日产生津而得名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生津湖周边还有许多小渔村 当地人也主要以渔业为生 正是因为这些远方候鸟的到来 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为了给候鸟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当地管理部门实施了全面的退鱼还湖行动 禁止在生津湖的渔业养殖和捕捞 然而随着候鸟数量的不断增多 大量候鸟又开始把附近的农田 当作觅食地和液漆地 给农户造成较大的损失 为了解决鸟类冬季觅食问题 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与湖区周围的几个乡镇 相继签订了协议书 在候鸟经常栖息觅食的区域 画出多处田地 村民只种不收 作为鸟类觅食区 近年来 在保护区和当地老百姓的共同努力下 生津湖畔陆续退更还施 使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观 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也被列入国际重要诗地名录 今天的生津湖 人与鸟和谐共处 十万只候鸟 每年都选择生津湖作为月东的家园 就是对这里自然环境的无言推崇 在春季 几乎每天清晨 一个叫蜘蛛渡的小村庄 都会在云雾中醒来 这里地处晚南山区 气候湿润 山高林密 随着云雾散去 群山间 一条大江逐渐显露出来 这条大江就是灰州人民的母亲河 新安江 新安江山水画廊 全长约百里 它穿行于锦丰秀岭 山乡古剑之间 好似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新安江自古就是亏伤的黄金通道 虽然这里山路崎岛 交通不便 但水路却通达四面八方 是连接苏州 杭州 这些人间天堂的纽带 鱼粮曾经是新安江上 一个繁华热闹的码头 如今 昔日商古船队往来不息的景象 早已成为历史 但被誉为江南都江宴的鱼粮坝 至今仍然牢固如初 鱼粮坝充分体现了 古人建造蓝河坝的聪慧材质 坝石全部都是用上吨重的条石垒气 每垒石块青石均立一根石柱 每一层条石之间又用元宝钉固定 上下层如同穿了石锁 鱼粮坝可以存续上游的水 又可以缓解坝下的水流 已有近1400年历史的鱼粮坝 至今仍然发挥着灌溉和疏解洪水的作用 今天的新安江两岸 山林茂密 茶园遍布 一幅山水田园的诗意景象 在青山深处 一排排林刺致笔 错落有致的黄色土房子格外醒目 这些风格独特的土楼都是山民旧地取材 以青石筑基开山取土自建而成的 这些土楼移山旧地取材 而山下的村落又是白墙灰瓦典型的灰派建筑风格 不论是居于山还是林于水 都让人能感受到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的和谐之美 在张潭村 在张潭村 近十米需要八人才能和报 历史上 灰州古村落就有栽植优良树木 并丰富成林的传统 同时还有足归家法 严令禁伐 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古章树 至今依然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 它们如绿色卫士般守护着新安江的一方水土 更见证了这里的人们 对生态的重视和保护 在中国 有一种动物的祖先与恐龙同属一个时代 是地球上最早的居民之一 它们经过1.5亿多年的进化石 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这种动物界的活化石就是杨子鳄 地处安徽宣城的杨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有着丰富的湖泊、水塘和沼泽 是杨子鳄理想的栖息地 白鹿忙着捕育后代 它们飞来飞去 给孩子找吃的 好像总也停不下来 就在树下的水塘里 杨子鳄却在慵懒地晒着太阳 它们很少移动 仿佛雕塑一般 杨子鳄是世界上23种鳄类中 中国独有的珍稀物种 也是所有鳄鱼中唯一会冬眠的种类 每年10月 它们就钻进洞穴中冬眠 到第二年的四五月才出来活动 杨子鳄不仅有着非常强的抗饥饿能力 而且它们平时就懂得 节省自身能量的消耗 作为爬行动物 杨子鳄的体温 会随外界的温度变化而变化 它们要靠太阳和凉水来调节体温 以保持身体温度的恒定 杨子鳄看起来坚硬厚实的磷甲却有着很好的导热功能 因为磷甲的宫穴十分充足 可以在晒太阳时将热量传导进体内 马上就要进入夏季天气变化有点快 天空有情转阴又很快下起了细雨 眼下正是杨子鳄的发情期 它们的活动开始频繁起来 杨子鳄的头部看起来令人声味 但是含有很多奥妙 它的嘴部四周外表皮上 有很多密集的凸起斑点 这些斑点可不是装饰纹 它能起到皮肤感受器的作用 如果水里有东西游动 它通过感知水波 就能知道远处有运动的物体 在长江中下游湿地生态系统中 杨子鳄对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 及水生生物的种群结构意义重大 历史上 杨子鳄曾广泛分布于长江和黄河流域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野生杨子鳄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仅分布于宛南的狭窄区域 种群数量逐步下降 经过科研和保护部门的多年努力 通过野生种群的保护和人工繁育的推进 曾经面临宾威的杨子鳄 已基本摆脱了灭绝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实云》